大雨下不停 行人纷纷能躲就躲 不过却有网友拍下着感人一幕 网友破文只说突然来的大雨 却看到邮差收信送信 不顾着自己穿雨衣 而是站在雨中急忙为行遮雨 自己早已全身湿透 网友看到全赞报 说充满责任真是辛苦了 还问不知道有没有好心人 送他衣服和热茶 邮差收送件工作辛苦 想省些劳力多些效率 邮局近期再推行错事件 超商便到便寄送好方便 现在邮局为了要推广哀邮箱 同样推出优惠活动 让民众即使不是邮局的营业时间 也能够方便寄货 只要明年年底前 登入网站成为新会员 就能获得70点 等于只要是新加入的会员 都能免费享有一次寄件优惠 不过寄件前 有些手续要准备好 除了登入网站 输入收记件人资讯之外 还要记得邮件号码和四位验证码 才能完成寄件 工医是好吧 可是方法弄得那么复杂 一般人应该也不会用 尤其现在年纪大的人 更不会用 会花比较多时间 所以应该会选择超商吧 超商还是比较便宜 目前全代爱邮箱 以双北最多 共有2004处 7万多个储存阁 民众有人反映 网站登入是否过于反复 以及寄件费用的问题 或许在便利性上 邮局都还有调整空间 解鱼身行邮医厅台北采访报道